跟着台生老师一起跳 台中市政府社会局 推动响铃健康力计划 利用多元场域空间 为这群即将退休 或刚刚退休的亲手领族 开办健康的生活课程 我们希望的方式 我们不是一个定点 我们希望长辈自己找好朋友 然后找一个喜欢的点 然后请我们的讲师去上课 那我觉得这样子是 主动是由这个学员自己主动 我觉得这样学习的效果会更好 廖局长亲自为十位中资讲师受证 乐龄教育专业人员的培训 针对初老张者 推广健康生活概念 包括饮食 运动 人际关系 及生活习惯 以提升健康生活形态 为工作目标 健康是很重要 所以每一次上课 一定会有肢体动动 口腔动动 教大家透过健口操 来让我们的咀嚼能力更好 然后课程的三加一里面 一定会有讲到饮食运动 肢体的 还有包括怎么样远离失智症 让我们都能够健康到老 卧病很少 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有一个好处 你提早做 不会所有多进步 但是不会一直退化 台中市55岁到65岁的人口 超过40万人 社会局表示 想领健康力计划 上课长域多元 希望可以让长者健康到老 卧病很少 并协助提升未来老化的生活品质 新唐人亚太电视 王源 杨淑棉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 来 三同投 来 三秒钟 来 好 再phone